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这家幼儿园更换一套全新的游乐设施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里安心地玩耍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会分为三轮 一共有六位选手来到这里积荡脑力 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州冠军会是谁 第一轮他们要接受的是综合联想能力的考验 首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比赛选手 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选手 他们一位是纽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汪兴宇 另一位是犀利女辩手李佳 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是汪兴宇来自纽约大学 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 大多数人想到国际关系这个专业的时候呢 都想到他是一个非常高霸上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学好国际关系的本质是要接地气 因为国际关系当中的权利 其实是在讲一个故事 而讲好一个故事 你需要去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得了解一个国家 了解一个人 我觉得联想这个词 用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那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事中 来找到那千丝万语的联系 然后来猜测出我们未来 我们世界的明天会是怎么样 好像在纽约读研究生是不可以住校的 可以住校 但是宿舍要比外面租房贵 对 因为纽约地价实在是太贵了 对 在纽约留学自己也要打工吧 有做一些兼职 其实我在纽约我有考过 纽约州调酒师的证 达到证之后我才发现 做调酒师最关键的不是调酒 大家猜最关键是什么 白叔叔您猜 言诸 最关键的其实是说话 你要懂怎么去upsell 你得跟人家聊天 对 你要跟别人聊天 卖出这个酒 卖出一个高价 然后聊得别人开心 还不能让别人喝多喝醉 不容易 你的对手 我的天哪 女变手 我是一般很害怕和变手讲话的 尤其是女孩子 大家好 我是李嘉 来自浙江传媒大学 没错 就像白叔叔说的一样 我是一个犀利 而又霸道的女变手 怎么说这个犀利霸道呢 因为我经常 就领许多我们学校的男同学 一说话就让他们文风丧胆 都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是我们上下三届公认的女神 女神 做辩论好多都是男变手嘛 因为思路比较清晰 而我是女人中的战斗精 小汪 你喜欢辩论吗 喜欢 但是也许口齿跟不上 看到这个那么犀利又漂亮的女变手 我觉得内心还是心存恐惧的 你们俩有没有兴趣 来一个话题辩论一下 我让我们看看李嘉这嘴皮到底有多快 我很愿意尝试一下 这样吧 我出一个比较高大上的 哲学类的题目 请问灰太郎 到底是否适合做男朋友 那我选吧 灰太郎当然不适合做男朋友 你的理由是 很明显啊 我喜欢硬汉 我不喜欢软男 我就喜欢像柏叔叔这样的硬汉 我选正方 我觉得灰太郎适合做男朋友 虽然像柏叔叔这样的硬汉 非常受欢迎 但是这年头各位女生 大家是不是更加喜欢暖男 对方朋友 你有没有开玩笑 什么叫做暖男啊 是足够温暖 能温暖你爱的人 灰太郎连只羊都抓不到 他凭什么 灰太郎他虽然因为角色需要 他没有抓到过羊 可是灰太郎有一个大城堡 他有房 对哦 所以灰太郎从来没有让他老牌子 挨饿受冻过 所以他一定是一只暖狼 你们的演讲给我一个新的思路 我从来没有联想过 原来灰太郎有一个那么大的城堡 对 怪不得他不用抓羊就能活下去 每年收租就够了买羊肉 谁还抓羊啊这样 好我们第一轮第一组的比赛正式开始 你们遇到的第一道提醒呢 是我们的新提醒 是一个发散题 六个灯泡 你们如果说中的话 这个灯泡就会亮 看谁说的多 谁就赢 看看你们的脑洞 到底开得大不大 我们今天要让你们阐述的是 请根据西瓜进行发散联想 请抢答 李佳抢到了 来三十秒的时间 倒计时开始 你是绿色的 然后是红色的 还有想到了西瓜太郎 一个可爱的动画片 还有味道特别甜 想到了夏天 然后还想到了初恋的感觉 然后西瓜还可以切瓣 有籽 还可以籽可以种下 西瓜还可以想到 一点不多了加油 瓜果蔬菜 身体好 时间到 说对了两个 来剩下四个 看你能不能补充向来 汪欣宇开始补充 倒计时开始 西瓜我想到大棚 因为西瓜是长在大棚里面的 然后西瓜的话 我会想到 这个 新疆 吐鲁 吐鲁番 我会想到小朋友的假日礼 然后去郊游 会想到 我的天 你是一个都没有想中啊 你们怎么就想不到呢 西瓜有那么多可以想的东西 来我们看看答案 都有什么 猪八戒偷吃西瓜是西游戏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场景之一了 猪八戒 哎呀 哎呀 芝麻 哦对 芝麻 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 麒麟 麒麟瓜 西域 西瓜 又叫水瓜 下瓜 堪称瓜中之王 因为呢 在汉代从西域引入 所以被叫做西瓜 你看 我还以为李嘉 他就想到两个肯定输了 没想到 你是一个没想出来 所以这一题的获胜者李嘉 恭喜你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二道题目 请根据四幅图片联想出一种游戏 葡萄 什么游戏跟葡萄有关呢 来我们来看提示 是陀螺吗 一种游戏 陀螺 因为好像陀螺 长得像 长得好像像葡萄啊 那一串葡萄像陀螺 这个我服 我真想不到 这个我也服 来 有可能2比0你就秒杀对手 我们来看结果 是否正确 不对啊 不是陀螺 来我们来看提示2 哎呀 好害怕 800标兵奔北坡 所以应该是绕口令 确定吗 确确定 那图1呢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来 是不是绕口令 恭喜你回答正确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800标兵奔北坡 那图3呢 4是4是10 4是4是10 提示4 扁蛋长板凳宽 扁蛋没有板凳宽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绕口令 其实我还练过一阵绕口令 因为我小时候有一点口吃嘛 别小朋友讲3分钟的故事 我要讲6分钟 因为要把每个字都double一遍 double一遍别人还听不懂 就有练这一些 像那个800标兵奔北坡 泡兵命牌北坡跑 泡兵怕爬 小时候还有个口吃经历 我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您康复得很好啊 1比1打平了 你们最后一道题目 谁赢谁晋级到第二轮 来请看题 请根据卷轴上画的内容 来联想出这是 哪一座城市 李嘉 埃及金字塔 哪一座城市 埃及开开罗 金字塔在开罗 开罗 我不敢说 开开罗 我开开罗 别害怕姑娘 没事 开罗 你看到金字塔了 我好像看到了 靠婆 来开罗 对不对 不是太罗 来 卷轴继续开 我猜是迪拜 是不是迪拜 来 请看结果 恭喜你回答正确 来我们把这个卷轴全部打开吧 左上角的是卓美亚海滩酒店 中间上面的是迪拜公主塔 右上角的是迪拜的棕榈岛 左下角是亚特兰蒂斯酒店 然后帆船酒店 右下角是迪拜哈里发塔 姑娘 你是哪看出来的有金字塔的 它出来一半的时候 上升的那种感觉像金字塔 你见过金字塔还有窗户的吗 其实没有看到窗户 法老也是太寂寞了 来我们看一下实景照片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迪拜 恭喜汪欣宇 掌声送给我们犀利的姑娘李佳 谢谢你的参与再见 1到6号礼盒 看看你运气怎么样 选择一个把它打开 6号礼盒 你发源红包好多了 恭喜你获得了188元的红包 当然了我们的电影机前的观众 也可以获得这个红包 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席机要送给各位 本场比赛一共有五次的开奖机会 只要你拿出手机 参与微信要要购买一元公益福袋 就有机会获得他们 来 恭喜你坐上晋级宝座 然后我们又请第二组选手 他们一位是清华金句票友号称 另一位是公益骑士王卫 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叫浩诚毕业于清华大学 现在是一名电器工程师 我应该是一个纯纯正正的理工男 我是一个金句戏迷 金句票友 您是平常办什么的 我在金句里头唱一个非常阳刚的角色 叫做 老上 就是这个吗 对 这个应该是清衣 对 清衣 能给我们讲一下清衣和花旦有什么区别吗 在戏曲舞台上 清衣多表现一些 大家闺秀啊 小姐啊 身份比较高一些的 这种稳重的女性 而花旦都表现一些活泼伶俐的小姑娘 古灵精怪的小女生 在京剧舞台上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 丫鬟就是花旦 她掺着小姐出来的时候 要比小姐矮一些 这样舞台效果会比较好 对对对 所以自从我长到一米八三以后啊 我就不能够唱花旦了 因为如果再唱花旦 我掺上来的那个小姐 那就只能找姚明做特性演员了 哪有这么高的花旦呢 对啊 所以说我就凑凑合合唱清衣了 理工清华男 但是隐藏很深的京剧票有高段位的 来让我们认识一下王卫 大家好 我叫王卫 来自广州 是一名公益骑士 对于骑行而言 就相当说是离开自己一个熟悉的地方 带着不一样的自己回来 每一次的外出骑行的话呢 都能够帮助到别人 让我更加坚定 要一直公益骑行下去 想问一下 公益骑行是什么概念 公益骑行的话 就是通过骑单车的方式 比如骑行万里路 然后复材载体 可以帮三七孩子筹集书包啊 免费午餐啊等等 开展一些公益项目 咱们可以一块来联绎一下 就是我们江西省巡屋县集团镇 或者是陈光镇 去看看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 博爱幼儿园那边的孩子们 也可以结合再块 那别比了了 咱们赶紧留个联系方式吧 好吧 今天就出发 好吧 加油快走吧 快快快 好 嗨 不行啊 还是要比赛的 好 我们第一轮第二组的比赛 正式开始 好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一道题目 请根据图片联想一个汉字 肉 肉 对 来 请看结果 不是肉 我们继续抢答 我们的提示有一个 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汉字 我觉得应该是个胖字 古月字其实是肉 就左边是个肉嘛 在古代实际上是月字 然后右边这个实在是太像 胖字的另一边了 它是有羊字上面两点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胖 胖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字 来请看结果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这是甲骨文的写法 其实以前底下是个牛 现在是个半 胖字呢 本以为古代祭祀用的半体声 是一个会议字 左半边的像一块肉 祭祀用的猪牛羊肉呢 都是最肥美的胖 就由此引申为肥胖之意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 就是我原来胖过 你胖过啊 对 你最胖的时候有多少斤 最胖的时候 应该是在230斤以上 不 那你现在这个身材 你是吊了一头牛 所以我是那个肉 特别还有一头牛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每天晚上只吃一个苹果 然后会跑步跑一个小时 就这么硬生生地 给跑下来了 就早点认识王卫大哥 如果跟着他骑行的话 应该早点把这头牛就骑掉了 你那个体重自行车 我估计受不了 可以 我去年带了八个胖子 从广州七二北京 18天捡了20斤 真的 八个胖子 有效果了 身体可都还好 可好 而且养生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好 1比0领先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二道题目 请根据四幅图 联想一个国家 提示一 大象 请看提示二 这是在干嘛呢 是泼水阶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来 请看 是泰国 当然咱们云南也有 因为第一次猜一个国家 那我相信 正常说都是 应该是中国以外的 我们说猜一个国家 为什么不能是中国呢 我们就是一个 不按套路出牌的节目 没事 你选择权在你 你的最终答案是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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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直觉吧 看看你的直觉 对不对 恭喜你回答正确 图一呢 泰国的标志 大象 图二 泰国的泼水节 来 我们看图三 沙迪卡 对 沙迪卡 沙迪卡 我们看图四 是泰国最常见的寺庙的形式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泰国 1比1打平了 请看最后一道题 请根据图片联想出 这是哪类产品的广告 请抢答 我感觉它应该是一个床垫吧 因为感觉这个图片 其实是一个人 好像从窗外头刚进来 然后就睡着了 仿佛是一个小偷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号称 能不能进击到我们的第二轮 请看结果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闯电 其实这个还挺容易看出来的 掌声送给王位 希望我们能够骑行到 江西城巡屋县的奇弹镇 或者是成光镇 来 祝福送给你 谢谢 好好好 一定 再见 来 看看你运气怎么样 1235号礼盒 看看能不能把洗衣机抽出来 3号礼盒 礼盒开启 恭喜你获得了松下电器 提供的松下 泡墨镜系列洗衣机台 松下洗衣机 以创新洗衣科技 为你开启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静在身边 这台洗衣机 我们也送给电视机间的观众 只要拿出手机购买 医员工与服带 就有机会获得了这些奖品 谢谢浩晨 来 请坐上亲戚保重 让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 他们一位是幼儿园教师任月 另一位是西安美食达人杜光晨 欢迎两位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任月 来自成都 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 大家都亲切地叫我芒果老师 每天在幼儿园里 要面对一群古灵精怪的小朋友 如果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如何来面对这一群 小鬼头的奇思妙想呢 所以说联想女王 非我莫属 每次看到幼儿园老师 自我机上我感觉 我都变年轻了呢 就你们的动作 就是特别让我 你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有没有很经典的那种段子王 就每天都是 有很多经典的事情发生的 有啊 特别地多 我们班有个三岁的宝宝 叫帅帅 然后有一天呢 班级的搭积木的活动 然后只见他一个人坐在那 把面前排好的一排的积木 给一把推翻了 然后嘴里叫着 糊了 给钱给钱 你就说现在的家长 可不可以让我们这老师 省省心啊 打麻将的时候 就不可以让小朋友一边去嘛 好 欢迎仁月 希望今天你能够有 天马行空的想象 拿到好的成绩 好的 谢谢 祝你好运 哎呀 我的智商感就提高了 来 让我们认一下杜光臣 好 大家好 我叫杜光臣 来自西安 是一个吃货 也是一个行走的美食地图 有人说过 美食 音乐 美术 是这个世界上 不需要语言 就可以沟通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 美食可以成为 你我沟通的桥梁 西安的美食有很多啊 对 西安的美食特别多 那你除了爱吃还爱干嘛 我还爱做 会做一些健身餐 后面照片是你做的吗 对 这是一面 一面 然后上面是那个薄荷叶 哦 这个是用这个菠菜 菠菜汁和的面 然后做的皮 里面有这个香菇 还有这个鸡肉 然后都是比较高蛋白 低卡路里的这个美食 你说了那么多 你都没带的 我也今天有带 做了一份点心 蛋黄酥让你品尝一下 来尝尝 聊炸了 魅力恨 谢谢 马修要比赛了 准备好了没有 对 还有什么话想对对手说 俗话说得好 名义食为天 这一张嘴就是吃 所以我想做一个 大嘴的吃货 吃遍四方 而今天你 就是我的盘中餐 小杜不许淘气 不听话的小朋友 可是要被打屁股的哟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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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的哟 这一轮第三座的比赛 正式开始 来看你们的第一道题目 请根据图片联想 一位明星请抢答 我觉得这个 是我喜欢那个女明星 赵丽颖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赵丽颖 不对 不是赵丽颖 来继续抢答 我来一个提示啊 她是个女的 她也演过戏 但是不是专业演员 是跨界演戏 她应该是我 特别喜欢的一个 主持人 谢了 谢了 她到底是不是谢了 来我们看最后的正确答案是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谢娜 恭喜你回答正确 好 1比0领先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二道题目 请根据四幅图片 联想出一种食物 荷花和荷叶 跟食物有关 没思路 我们来继续看提示 请看提示2 这应该是 特别脏的那种马路 泥土 还有水 来请看提示3 应该是 叫花鸡 你为什么看到它 你就想到叫花鸡 黄荣 他最会做这个菜 你吃货吗 这道题 你看能不能答对 来 请看结果 恭喜你回答正确 叫花鸡要用荷叶包着 包紧一层 然后外面放土胚 然后要么在地底下 要么在坑里边烤 然后黄荣非常擅长做这道菜 我们来看一下图四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叫花鸡 好 1比1打平 我们来看你们的最后一道题目 最后一道题目是一道视频题 请先看视频 这是哪类产品的广告 请抢答 薯片 薯片 对 你的理由是 因为 它吃了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广告 是不是 薯片广告 是不是 薯片广告 我给你们一个提醒 这个不是食物广告 和食物没关系 任月 应该是削菜的刀吧 切菜的 就 切薄片的那种 因为它那个裙子就是 很多东西 切成的片 然后做成的那个裙子嘛 它弄起来吃了 刀具类 因为我们是类型广告嘛 只要是和刀有关 哪怕它是铅笔刀 我们都算你对好不好 那就是工具嘛 厨房用品 好 厨房用品 刀 看看任月的这个推理 是否正确 来 请看结果 对了呀 竟然答对了 咱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视频放完吧 哇 真的 因为我特别 我也喜欢做饭 2比1 小杜你被打败了 小声送给你吧 再见 好 芒果老师 恭喜你过关了 1到6号礼盒 看看你运气怎么样 好 4号礼盒 我们来看看 里面放的是什么 礼盒开启 恭喜你获得了8元红包 当然了 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可以获得这个红包 但是别忘了 我们还有席机要送给各位 本场比赛 一共有5次的开奖机会 只要你拿出手机 参与微信摇摇 购买一元公益福袋 就有机会获得他们 来 芒果老师 恭喜你请座长 请你保重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特邀嘉宾 李戴坤 李戴坤青年演员 2016年与张丹峰 程瑶等 合作主演电视剧版 至青春 在网剧极品嘉宾中 饰演原大猛 以反差百变的演技 获得了广泛的观众 跟我一样小鲜肉 老拉肉了 我已经成年腐肉了 戴坤最近演了一部网剧 点击量特别高 有看好多朋友圈里面都发了 已经破好几亿了是吧 应该已经到18亿了 在里面演什么样的角色 极品嘉宾啊 里面演了一个 阳气特别重的 那么阴柔的一个小男子 阳气特别重的 阴柔的小王子的演技 是怎么样的 来 我们看到大屏幕 看到萧家这样 老娘可坐不住了 听三哥说 南方有个叫都吧 不不不 迪拜的地方 要饭很挣钱 乞丐都能买田买地了 看到萧家这样 老娘也要出一份力 整个极品嘉宾里面的 演戏的风格 都是往这儿靠的 有给剧本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不按剧本走 不按套路来 对对对 我们都是记性发挥 因为我们有一个 男一号叫做陈鹤 因为我们鹤哥的表演风格 是经常不按套路出牌 整个剧组 带跑篇了 大家都跟陈鹤一起 搞事情 永远所有人说话 就搞事情 搞不搞 搞啊 我们给你一段片段 你用不同的方式演绎出来 好不好 因为你演的是极品嘉宾嘛 我们给你看一段 我们这个时代 从小看到大的极品嘉宾 嘉宾9527 小心哪 哎呀 小强 小强你怎么了 小强 我给你相依为民投赶 过过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苦人 也叫你养屁 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 哈哈 小强你怎么了 小强哈哈 哎 这段可不可以用不同的风格来演绎 我们先来个硬汉的 好不好 好 反差萌嘛 来 硬汉 三二一开始 嗨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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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帅哥 你不能 你不能死 你知道吗 你不能死 我们相依为病 同甘共产 蒙系美少女 嗯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嘲笑我 小强 陈鹤文 小强 你这搞事情 哈哈 哈哈 但接下来我跟你说 你的任务要重了 因为你要用肢体表演 来让我们选手得分 然后看谁会被淘汰 你的压力可重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活动一下 好嘞 没问题 来 请上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的三位选手 感觉不错吧 这个炸弹一 不错 高兴得不要太早 因为90秒之后 它就会爆炸 看看你们谁的运气比较好了 当然 这一轮 我们只淘汰一位选手 祝你们好运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三位请各就各位 三二一开始 三个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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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度 正确 啤酒度 来号称 八个字 然后 大 咕 小 大 动画片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正确 好 三个字 即使眼 正确 好 雷玉 两个字 哦 他在干嘛 给钱 别这样 还有 你们说吧 买东西 买对了 两个字 买什么 吃完饭买什么 买帐 要不要过 过 过 八个字 可以过 表示很坏 都来不及 要不要过 三十六秒了 过 过过过来 下一题 两个字 射影 正确 射影 好 号称 两个字 划船 正确 划船 来 王兴宇 四个字 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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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掌呃 如来神掌 对 正确 如来神掌 任玥 你还有二十六秒 加油 四个字 他这个手 开始什么 呆若木鸡 正确 呆若木鸡 号称 三个字 破 打麻将 哦 打麻将 正确 好 光兴宇 三个字 裤子 哦 背 吊带裤 背带裤 吊带裤 好 背带裤 正确 人约 哈哈 五个字 啊 必须 过过过过 过过过来 过 三个字 六 我以为你做了什么 过 三 二 一 好恐怖呀 好恐怖呀 你再表演一下 刚才那个 他没有猜出来的 那个八个字的 说啊 嗯 孙芳尔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掌声送给我们的芒果姐姐吧 比赛 从浩晨这里继续 一分零七秒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计时开始 两个字 警察 一个只要 交紧交紧交紧 正确交紧 好 汪婷雨 两个字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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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钱 正确 取钱 不 啊 两个字 什么 哈哈 他在干嘛 差秧 差秧 正确 差秧 差秧 王兴宇 两个字 拉面 拉面 正确 四个字 一个乘语 二 鸟 一十二鸟 对 一十二鸟 正确 王兴宇 两个字 他在干嘛 接电话 魔 添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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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红年游戏 三个字 打飞镖 三个字 打沙包 沙包对了 丢沙包 正确 丢沙包 鲸鱼 两个字 镖车 转弯 飘移 正确 飘移 你还有十一秒 加油 三个字 六 五 四 护床 护床单 正确 护床单 你还有十四秒 继续 三个字 踢球 手门员 正确 守门员 三秒 三个字 马拉套 马拉套 对对对对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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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最后接近爆炸的状态 然后你以非常微弱的优势拿到了第三轮的两项特权 祝二位好运 来 一会儿见 谢谢 我们也感谢你的到来 但是你也不能空手而来 一二五号礼盒还亮着灯 选择一个把它送给观众 一号 离合开启 洗衣机 松下电器提供的清净乐系列洗衣机台 是我们的戴坤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 谢谢戴坤 再见 谢谢 恭喜两位选手来到第三轮 由于刚才你的炸弹没有爆 对 所以在这一轮你拥有两项特权 一 你可以优先减炸弹 二 遇到不确定的可以求助我们现场的观众 我们的观众会给你们提供他们认为比较靠谱的答案 好 老规矩 剪错炸弹就会爆炸 想问一下平常你们对物理研究的深不深 我高考之前 因为上海是3加X嘛 所以我加的是物理 但你面对的是 清华力工 对 请看题目 16条线索当中 你们要剪除和 不利 无关的选项 剪错了 炸弹就会爆炸 你们的16条线索是 一 勾股定理 二 皇冠 三 主角子 四 套路 五 苹果落地 六 潜水艇 七 潘洛斯阶梯 八 曹冲称相 九 运载火箭 十 死海 十一 两个铁球同时灼地 十二 给我支点能撬动地球 十三 阿基米德 十四 欧姆 十五 天青色等烟雨 十六 墨金 请就位 好 我先剪掉欧姆 因为欧姆是电学的 是电阻的单位 我觉得它应该跟福利 没有关系吧 十四号欧姆 我们来看结果 好 恭喜你剪对了 欧姆定律 它的发现者就是欧姆 好 号称请换位 欧姆定律 勾股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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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的 对不对 它跟三角形有关 它跟福利是关系 没有关系的 勾股定律跟福利 是没关系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炸弹会不会爆炸 恭喜你剪对了 勾股定律 勾三 股四 弦五 是祖冲之发现的定律 对吧 对 后来运用在数学领域 好 来 汪姆宇 第二个我打算 剪苹果落地 因为苹果落地是重力 五号 苹果落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跟福利 到底有没有关系 恭喜你剪对了 牛顿坐在苹果树底下 然后砸他头上了 苹果落地 发现了重力 我要剪掉 给我支点 能翘起地球 因为这个事我记得是 杠杆的 其实剪电线也是我们电机里头 要去的一门课程 那如果你剪错的话 你的导师会把你开除吗 这学校大概不会原谅吧 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翘动地球 这说的是福利的事吗 来看 恭喜你剪对了 说的是杠杆原理 我要剪掉第十一个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那个加里略非常著名的 比萨鞋塔的那个铁球实验 就是证明这个 跟质量无关 跟重力加速度有关 应该是第十一根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中世纪的一场著名实验 你们到底说的 是不是福利的事 炸弹会不会爆炸 好 来 昊成 我觉得好像跟福利有关的 越来越多了 我其实想剪掉套路 但是我真的害怕 这是节目组的一个套路 谁知道他们能找到套路 跟福利有什么关系 四号套路 套成的手都抖了 哎呀 好紧张 套成啊 因为这个我是真的不保准的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你怎么能把套路给剪了呢 接受这个结果吧 哦 恭喜你剪对了 套路跟福利无关 汪兴宇该你了 剩下挺难选 我觉得现在最没有关系 是那个天青色等烟雨 对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啊 你确定吗 小伙子 你还这么年轻呢 我觉得相比别的 我确定它是最不像的 青花词和福利有什么关系 答案就是没有关系 来 换人吧 套成 我只能剪一个 跟理工关系不大的一件事情 我想剪16号墨金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 我是个理工生嘛 被炸就被炸了 墨金到底和福利有没有关系 有可能没关系 有可能有关系 我一直在吓唬你们 但这次我真的要吓你了 好 保重吧 兄弟 太开心了 看着一个清华的学霸 倒在了物理题上 咱们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和福利有关 好不好 皇冠 皇冠主角的 对 皇冠主角的 阿基米德发现福利的时候 对吧 就是在澡堂里边 他突然想到 国安赏给他的这个皇冠 发现了福利原理 煮饺子就是福利原理 对吧 煮熟之后他会飘在这儿 点三次水才能吃 潜水艇 它就是根据福利来发明的 曹冲称相 一定是福利 典型的福利原理 死海 这就是福利嘛 因为它的密度比人体成分大 所以浮上来 但是死海不是海啊 它是一个湖 在以色列 阿基米德发现了福利原理 墨金 它是我国古代的一个著作 它其实当中有对福利的记载和研究 这个书真的没有读过 所以这个败了 我觉得我得认 对 星宇 那咱们就越冠军的争斗战当中再见了 恭喜我们的星宇成为本期的周冠军 当然了 他也为我们电视机台的观众 送出了松下电器型号为 MA6152的洗衣机台 在松下捷径十一分科学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联想喷气机大挑战 请问 我谁抢了再多 我还没问你 喷那一下吧 好吗 喷出恐惧 吓死我了 所以不要乱抢答了 哼哼尖叫 哼出跨运 哼出胆运 哼出胆 搬运功 为你的勇气我们再奔一次吧 应该是 下周二晚上9点一刻 将机会是松下电器 我是联想王 不怕通 你就来